今天来到7月1号了 好朋友们在整个6月份 我们大丰收大获全胜 建成老师呢都是在月初一开始 直接预告直接预言 接下来的这个月我们的操作节奏 建成老师在6月一开始就预告了 6月份你要留意的是 集团作账的行情 果不其然我们不但呢 享受到了这个集团作账 从国际集团中美金集团 联帽他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关系 还有呢到月点呢 还有一个华兴集团 我们真的是漂亮的 享受了集团作账行情 老师这个从作账 甚至到昨天老师 你还提醒会结账 对不对 好作账结账都能够精准做掌握 这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掌握住 这么漂亮的一个timing 这样的一个这么漂亮的节奏 老师你可不可以小漏一点 你的绝活呢 7月不是开始放暑假了吗 放暑假 我们要放假了 开节再重新再来教好了 好了我们今天跟 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解释一下 OK 作账跟结账的时间点 你到底该怎么抓 好的 茫茫古海 诡诀难清 想掌握大盘脉动 产业趋势发展 个股涨跌变化 并从中创造财富获利 欢迎收听 古海韬金 欢迎好朋友来到大张福谷海韬金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青好 听众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崭新的7月了 7月1号 7月的全新开始 台股持续的再创历史新高 已经来到了17863 好那再创新高的同时 好朋友们 我们回顾一下 整个从5月 我们的电子大反攻 开始大赚一波 6月 建成老师在月初 就直接预告咯 上旬我们要做的是 营收成长股 然后紧接下来呢 整个6月份 你还留意的是 集团作账股 集团作账我们呢 包括像是国具集团也好 中美金集团也好 甚至联貌文贸 他们的一个联贯关系也好 甚至呢 还包括华兴集团也好 那整个的作账行情 做得漂亮 到昨天 6月最后的尾声 建成老师你提到了 接下来小心 作账会变结账 今天我看我们操作的 这几个集团 他们真的就下来了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美金跟华兴 这两个集团 我想华兴跟中美金 也是我这个月 我不断跟各位讲的 这两大集团 而且我认为在 财务操作上面 他们确实是 老师竖起两只大拇指 两个赞 好不好 OK 他们都是 煎煮炒杂 厉害的 因为我只有两只手 我再加一个头 连头有点赞 赞赞赞 好 2327的国具 昨天的国具 它是 暂停交易 因为它去合并了 我们先看华兴 好 我们先看华兴 国具 我等一下花比较多时间 跟你讲 好 因为它还有包括新闻的题材 请看一下华兴 有没有 今天华兴的最低 打到多少 28 有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K线 它这几天的高点 拉到31 前波高 有没有过 没有 没过 对不对 它连着 在前两天 有两次给你下车的机会 对 到昨天 还到 到昨天 6月30 就是最后一天 它还有机会 给你下车 好 那我是不是 一直告诉你说 你要做集团股 一个是 它会提前拉高之后结账 结账就是把它卖了 对 结账就是把它卖了 就结束了 一个是呢 像投信 投信 它如果是提早结账 是它的获利加差 可能有了 它提早把它卖掉 它不用等到30号那一天 就是说 为什么要等30号那一天 我才跟你解释 它卖掉 它资金再转去拉别支 然后把别支 可以在30号那天 拉到相对的一个高点 高点位置 但是不用卖 为什么 不用一定要卖 是 它只要把股价拉高 在那个位置 那整个基金 它们要去结算 半年报的 半年绩效的时候 就是以当天的收盘价为止 为主 所以你当天 你的持股 只要在手上 然后以当天的股价的收盘价 在相对高点位置 来计算它的基金的净值 所以只要基金的净值往上 然后相较上个月 或者跟去 如果会说 或者半年绩效 跟年初来比 很好 成绩单是漂亮 对它就很好 所以只要过了 昨天的收盘价 后面 随便投信怎么卖都没关系了 你懂吗 它就算认赔坎 都没有关系 它只要把股价 净在昨天最高 对 昨天成绩单交出去了 后面就不关他事了 所以照理说 你在昨天 的收盘那一刹那 不见得股价是最高 但是你可以在相对高的位置 但已经在相对高的位置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应该见好 就收 如果你没有收 来你看今天的华欣 是 就看到了 它今天就整个掉下去 昨天之前 而且你都还有30以上 对 昨天收多少 昨天收在29.3 有没有 其实离高点都还有30亿 你没有逢高在 我已经跟你讲 礼拜一我就提醒你 拉高 你要脚底抹 我要走了 我说我们结账 坐账 我们从一整个月坐上 我们都要下车的 你不是在这三天才要去追高 对 所以我已经这么明确 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都这么佛心来的跟你讲说 这三天你是要拉高来卖 有没有 没错 要获利下车 你看今天直接往下灌了 连三字头都碰不到 有没有 直接往下灌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这两天 你再去做集团做帐股的 你通常都会套在高点 你捞不到好处了 有没有 对 好来 再来看一下 5483中美金 中美金 对 好我们看中美金也是 我们看昨天 连着几天都是200 200到一次就没到了 有没有 看一下 从前天 201高点 到昨天剩199 到今天 只剩194 对 而且今天低点还到185 看到没有 好 这就是 昨天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给你走 是 你还在犹豫的 今天就下来了 明白了 有没有 你看到200跟185 15块一张 10张就15万 有没有 我们前两天 我们的会员 中美金 都卖在196 197 是 有图有真相 因为我们前两天 不就是把获利了结 对 羽龙中美金 有 我们都给你看了嘛 对不对 南地什么的 我们有心 活力 我们等一下要拉出来给你看 重新看一遍也可以 你看一下 当我卖197的时候 我现在直接点名 陈小姐 你跟我说什么 老师又在召唤你了 陈小姐 我现在直接点名 留下以后 会员都不敢随便 都不敢随便出身 到时候 在前面直接被老师点名 又被点了 上次点刘小姐 然后陈小姐 陈小姐 好可爱 197卖掉 他又说 老师你看 卖到就涨到200块 对 我早就告诉你 我不是神 我不会带你卖在最高 但最高也不过就201 我也不会带你买在最低 不过也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你五张 四块钱就两万 那你十张就差多少 四五万 其实也不少 是这样说没错 但是如果你拖到今天 你都还没出的话 一张差十块 我如果真的要去给你在意 因为这种大资金部位 一买这种一百多块 五张十张就一两三百万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 你不要看一块两块 万一我再贪一点 后来我来不及跑 对 今天 差十块 190以下 我告诉你 红尘来去 一场空 一场空 真的 对啊 好 朗气变形康 所以我是说 我们就是 刚刚讲富贵吻松球 我不贪 我贪极大值 对不对 我贪最佳化 没错 让你幸福 让你富贵 吻松球 没错 好不好 好 所以 那个 都看到了 陈小姐看到了吗 陈小姐 不好意思 简单酸你一下 不要那个 不要气愁 我每天都很认真在带你们的 真的 真的 你看每一个人 建成老师都是 一一的把你们放在心底 你们手上有什么股票 你们的股票的状态 其实建成老师很用心的 老师我们再看一下 3105文嘛 好不好 也是啊 有没有 一样 他们的几乎长得都一个样 你看那个分食走势图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因为我今天 会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对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心恋 那因为我之前我做过心恋的 好 我们今天同一影片 一张带你一张带你看 今天有没有国具 合并其力薪的题材 是有 对不对 因为昨天国具 他有暂停交易嘛 然后他去合并了其力薪 对 我简单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很快看一下内容 好 0.2换一张 换句话说 你把国具的股价 去除以多少 除以5 就是其力薪的股价 所以如果500 500除以5就是100 600除以5就是多少 120 好 消息出来了 为什么国具要在今天 放这个消息 国具在之前 有没有实行库藏股 有 买了这么多 集团作账结束了 要不要出货 怎么出货 怎么卖 当然放利多啊 消息新闻出来 你没有觉得什么时候不合并 怎么这时候才合并呢 看到没 好 来 我们挖金班有其力薪 看到没 挖金班 7月1号指令 你看到没有 我利用消息出来 获利出场 漂亮 懂了 所以你要懂得去解读新闻 出现的时候 你该做什么样的动作 你记不记得 昨天才跟各位讲 我的一个心法之意叫什么 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多 这个天心都会背了 利空非利空 利多非利 扣一分 99 好 所以我是告诉你 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会去思考 为什么这家公司要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消息 大家都已经集团作账结束了 他股票还没卖 今天过了昨天 对不对 那今天消息出来 准备怎么样 大股东消息出来 开始获利了结 来我们回过头再来看PPT 好 所以老师真的很懂 很懂他们这些 他们主力的心你在想什么 我一直跟你讲 做股票你是在跟主力干嘛 玩赛局 跟Siri 你要去跟他玩博弈 你要先一步想他在干嘛 你要看得懂这个局 现在在走什么步数 来今天一早 我们的清代会员 简单来问一下今天的操作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他 今天早上面是8点50几分 30几分盘前 我就盘前就说 今天很多股票会拉高出货 今天都不能追高 只能卖 昨天做完账了 股东要出货 所以今天要放消息再拉高 拉高不是给你追 拉高是给你出货 看到没有 很乖 陈杰子 好可爱 我告诉你说什么 我周一领先预告 集团做账 长日将近 有没有 是 真的 清楚明白的指令 是不是 有 我就说每个月 做股票有节气 有节奏的 跟我们的节气一样 每个月有他的节气 跟他的操作策略 对 所以我在这个月初 我就告诉你 来来来 大家来跟着我做集团做账股 六月份 到了这礼拜了 我们都要下车 我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时候不是再去看集团做账股 要开始跟着我来看 七月六月营收成长股 还有七月中的第二季 半年报的成长股了 有没有 没错 好 结束 来 老师那我们就是看一下 那个国区的 不是 那个星链计划好不好 星链计划这个题材 今天在各媒体 其实也都有在讨论 去年就提过了 现在又再来讲一次了 他的用户目标要充五十万 因为星链计划干嘛 你想知道到底星链计划是什么 等一下节目上下半段 陈辰我在之前曾经做了一大段星链计划的介绍 星链计划包括太空旅游计划 低轨道卫星计划等等 那总共三大计划 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 我佛心来着 我放给大家看 你看完这十二分钟的影片 你就知道了 OK 所以这个星链计划 那星链计划有没有台场相关概念股 有 比如说这边提到同心店 金宝康书 怎么做 请你持续追踪我的节目 有没有 马斯克说星链计划 拼八月要覆盖全球 起机康书 台湾供应链受贿 所以你对星链计划不了解的 我们今天节目 特别用下半段 来让你好好了解一下 什么是星链计划 好吗 好 来富贵显中求 大家 我们要稳中求 对 你要显中求的 请看一下今天的航运 有没有 追高 你要追高 你追高 你就立刻被套 好吗 我还是提醒各位 小心一点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主轴 如果你对我金牛班 三合一班 有兴趣的 请你赶快 来报名参加 来跟上建成老师 现在又都还来得及 因为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全新的七月 现在还是最佳timing的时机 赶快跟着建成老师 我们一起富贵稳中求 下一档的家里名单会是谁 建成老师 已经都向中了 特别像现在 你看电子比重这么低的时候 其实建成老师是不是又开始在偷笑呢 人气我又要取了 对不对 掉24% 对啊 25 24你说说看 是不是太委屈 那有哪些电子自由生 建成老师在一边偷笑 一边来偷减 然后呢 我们把它好好的来 胡胡绣绣 接下来他就有机会来大爆充 想跟着建成老师 我们一起富贵稳中求 没问题 现在直接来搜寻 HIH888VIP 跟着建成老师 我们一步一脚印 接下来下一档稳稳的幸福 下一档大老鹰标股 等着您的加入 欢迎加入泳城国际头骨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老师老师 我们今天不是要上太空吗 上太空 对哦 那我穿这样可以上太空吗 不行 而且这样也不够帅 来 走 我们来上太空吧 喜欢我们的频道 可以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市指南针 股市方向不失针 我是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 今天的森巴股市呢 我要跟各位谈的 不是其他的 你光是看好今天的装备 你就知道我要跟你讲 跟太空有关了 我们知道呢 人类从以前到现在 以前只有太空人 可以上歪太空 对不对 现在呢 连人类都已经准备要 想办法去殖民火星了 那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什么 在科幻片才看得到的事情 有人现在打算把这个 不可能的任务 画为可能 那个是谁 那个就是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先生 他最近做了一个计划 他打算把我们 不可能任务的男主角 像汤姆克鲁斯 他准备要把他送上 外太空拍电影 可不可能 不可能的任务 要把他画为可能 这个呢 在2021年2022年 汤姆克鲁斯计划要搭乘 马斯克创立的这一个 SpaceX的太空船 叫做天龙号 准备要带着导演 上外太空去拍电影 这个太空船呢 有四个位置 汤姆克鲁斯 驾驶 还有导演 叫做道格里曼 先生呢 这个道格里曼 是很有来头的哦 他拍了很多动作片哦 明日世界史密斯任务 还有什么神鬼认证 那已经三个人了 太空船只有四个位置 还有一个位置要给谁呢 他打算要留给一个 神秘的重量级任务 到底是谁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拭目以待 先跟你讲 关于这个SpaceX 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SpaceX公司呢 本来是一个太空探索的公司 他做太空的运输 还做什么 最近有没有很夯的 这个低轨道卫星 他最近准备执行三个计划 哪三个呢 我们说 斯斯有三种 那不是 太空计划 他这个SpaceX的计划 也有三种 哪三种 第一个 星链计划 第二个 太空旅行计划 第三个呢 星舰计划 那这三个计划呢 到底在讲什么呢 来 我讲给你听 第一个 关于这个星链计划 就牵涉到低轨道卫星 你们有在做投资人 最近不是一个 低轨道卫星的题材很夯吗 没错 这个低轨道卫星 再讲的就是 马斯克准备这个星链计划 他打算在外太空 在整个地球环绕的 这个卫星轨道里面呢 打算发射一万两千个卫星 要干嘛 要把一万两千个卫星串联起来 然后提供你宽屏网路使用 我们现在的4G 5G 都是靠地面上的GD台 当他把一万两千个卫星 能够串联起来的时候 各位你已经不需要靠地面上的GD台了 你只要手机拿着 你就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 直接网路连结 你走到哪 直接跟卫星提供给你的宽屏网路 来做使用 你就可以上网了 所以这个星链计划 就是目前马斯克先生 他在这个地方所布局的 那目前呢 已经设上外太空的卫星 有700多个 换句话说 还有几个卫星还没有设上去 既然是一万两千个 那就代表还有 一万一千三百个卫星 等待发射上去 那你知道这一万一千多个卫星 要发射上去 背后还有多大的商机吗 后面我会慢慢来跟你做解释 这是第一个 我跟各位讲的星链计划 那第二个 我刚刚会提到 他这个太空计划有三个 第二个就是属于太空旅行计划 太空旅行计划听起来 好像哇 这个是以前我们在科幻电影 才可以看到 坐的太空船在宇宙里面 这样飞啊 对不对 这个SpaceX他的太空旅行计划呢 有什么重点呢 第一个 你可以绕地球 你坐这个太空船上去之后 绕着地球 这是一个旅行 第二个 绕着月球旅行 第三个 绕着太空船旅行 如果你现在要搭着这个太空船上去 他打算要卖出第一张票 卖给一个日本人喔 他打算就是要乘着这个太空 SpaceX火箭上去外太空旅游 一张门票要5500万 5500万不是台币喔 是美金喔 他打算带着朋友来 登上SpaceX的火箭 然后呢 绕着月球旅行的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是太空旅行 过去呢 我们想做旅行 不是欧洲九日游 不是美西十四日游 也不是日本四五日游 或者是这个世界旅游三十日 这个太空旅行计划 就是绕着地球转 绕着月球转 甚至未来怎么样 他们打算坐太空船 带你到火星去旅游 那你说可不可能 马斯克他决定在2050年 现在是2020年 换句话说 30年后 他打算呢 把100万个人带到火星去 所以这个就是 我接下来跟各位讲的 第三个他的兴建计划 兴建计划呢 就搭配他所计划的火星殖民 哇 讲到火星殖民 刚好柯林 火星殖民是我们在 科幻片里面看到 在外星球 然后建造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感觉外面有一个大的玻璃罩 把你造起来 在里面建立一个新的层次 那每个人要带的氧气罩吗 当然不是啊 他既然要把你造住 当然这个里面 就会提供你氧气 让你在里面生活 所以他们这个兴建计划 最终就希望在2050年呢 能够在100万个人 到火星上去生活 然后每天地球到火星 他提供三个班次 然后载你往返火星跟地球 所以这个SpaceX的星链 跟太空旅行 还有星建的这个计划呢 我在这边跟各位做个说明 跟你讲完了这三个太空计划之后呢 你觉得说老师 那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 星链计划 太空旅行计划 星建计划 太空旅行计划 哇那有钱的才上得去啊 那星建计划 2050年殖民火星100万呢 我猜我可能也不会在这当中 跟我们最相关的就是 属于第一个的星链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要发射 一万两千个卫星上太空去 然后呢 要在卫星跟地球 你可以使用卫星网路 从相关的供应链当中 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 台湾跟这一些卫星发射计划 相关的公司来做琢磨 那这个星链计划当中呢 既然要发射 一万两千个卫星上去 就不是只有卫星 因为你在地面上 你要有跟这个卫星 能够息息相关的器材跟设备 比如说你要有什么 卫星天线 连接卫星天线下来 你还要有这个WiFi的设备 跟地面连接的 所以我们台厂这边就有一个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可以供各位来做参考 有台光电 有文帽 有企机 金宝 还有联德控股KY 台阳 公准 华通 声达科 通信电 那台光电呢 它主要是CCL的供应商 通波基板 文帽呢 射频元件 起机呢 星链路由器 金宝 是关于地面基地台 另外联德投控 负责的是散热系统 台阳呢 是低轨带卫星的 这个收发 终端的设备 还有关于公准呢 是精密冲压的零件 华通当然它就是在做这个卫星电路板 声达科最主要是卫星通讯地面接收站的这个雷达天线 那同心电呢 就是卫星收发的模组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台场供应链 基本上就会跟SpaceX的这个低轨道卫星 在里面我们是相关会受惠的个 不过呢 重点这些供应链呢 我们讲了那么多家 目前呢 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并不确定 是不是所有的都打入这个SpaceX的供应链 但是呢 我们有确定的几家 我们列出来让你参考一下 那打入心电计划里面的第一家台场 我讲的就是企机 那企机呢 它在这边提供网路路由器 过去我们看到网路路由器 都是长四方的不对 这一个特别为BagX 要接收网路的企机的路由器 长的是三角形 那必须要有这样的路由器 你基本上你才能够 接收卫星宽屏网路的讯号 透过这个路由器 你才能够来上网 再来第二档就是文帽 那文帽做的是PA 我们知道文帽在过去的手机供应链里面呢 它做功率放大器 这一块基本上在市场上已经是 稳占这个代工模组的地位 那除了PA可以用在手机上面呢 我们知道你要接受这个卫星模组的话 也同样需要这样的一个功率放大器 所以文帽也确定已经打进 这个芯片计划的供应链 其实PA它就是一块小小的晶片 你知道我们寄望呢 这个芯片计划也可以为文帽带来 除了手机的PA 5G功率放大器的成长以外 因为打入芯片计划 提供芯片计划里面的功率放大器 未来的成长还是具有想象空间的 最后一档呢 我们讲的就是金宝 那有卫星当然也要有 在地面的相关的接收器 那目前呢 金宝做的就是在地面的这个接收器的部分 我们看到呢 在今年的4月其实在泰国的金宝厂 已经开始有小量的晾长 我想到明年这个卫星计划开始 当转之后 金宝这边开始小量出货 我想对金宝关于卫星接收器的订单 也会有小幅的成长 这个想象空间就留给大家 去自己想象了 已经跟你介绍完 星链计划的相关台厂供应链 最后陈陈跟你总结一下 被X计划最有可能实现的是关于这个星链计划的部分 那星链计划相关的台厂你可以留意的标的 我刚刚也跟各位做了一些介绍 至于太空旅行跟星链计划火星殖民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远一点 所以未来投资你还是可以关注 星链计划整个的后面的发展 关于这个第一轨道卫星 后面会不会有台厂陆陆续续加入这个供应链 在明年2010年开始商转之后 相关的供应链的题材会慢慢发酵 这是你可以在投资上面开始来关注的一个题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你收看我们节目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把小铃铛打开 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股市指南针 我们下期见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老师 你从太空回来了 他们说 我穿滑雪装不能上太空 我看我还是去滑雪好了 欢迎加入永城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